这是1964年12月13号 毛泽东对周恩来送审的政府工作报告搞的修改 这段毛泽东新家的话说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毛泽东的壮志宏图 也是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的伟大目标 还在孕育新中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式上 毛泽东就提出 我们要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的敌人 如果我们的敌人 能够走过当地的 一段大约的沙文 接受他强大约来的话 为什么不能在接受以后 立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这一周 民族地下的高潮 一刀们 不够闭闭地 将要持续一个文化地下的高潮 神规人 毕竟然也许为 无文明的日子 已经有去了 我们将一个自由高宝文化的门头 210公斤 我们的关王 江湖的阵风 我们将五百六一公 杨大的老转 而且又一个杨大的黑转 狗一寸岩马的走 210公斤 220公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54年6月 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 又提出新的目标 他说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现在不讲死 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 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 我看 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大概经过五十年 即十个五年计划 就差不多了 就像个样子了 就同现在大步一样了 这时毛泽东提出的是一个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 即先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打下一个基础 然后再用三十五年左右的时间 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个月后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毛泽东号召 五个人民 应当努力跟着 老老实实 兼兼恳恳 忽命忽走 离家 人后的 十块 不骄傲 准备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 将我们 现在这样一个 经济上 文化上 老虎